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想问一下 做这个知识会不会很重要 因为我是做不住 做一个我的腰头和平衡 对一天能做三个小时的做事来说 知识不重要 最多做两三个小时的话 知识不是很重要 但做十八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一天几乎都在打坐的知识蛮重要 因为做久了 你的身体会 你做久了嘛 你要知识不对的话 和歪歪扭扭的话 第一会是脊柱啊 盆骨啊 会做的歪啊 倾斜啊等等 而且你做做 睡着了会倒下去 因为你要做 有些阿罗还夜不导弹嘛 以前那些休息跟佛弟是一晚上在打坐 他有时候也是 可能有时候会睡着的 但是人家刷牌啊 什么这些蛋白 人家基本上刷牌睡着也没事 他不会身体会倒下去知道 然后呢 那个时候佛弟子都在树底下修的 也没有残堂的 你要倒下去 去量的嘛 是吧 就手提 是吧 放松是最重要的 知识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 尽量的盘腿 尽量的那散排也可以 就这样盘住 但是心放松是最重要的 尤其你做二十分钟的话 你如果不能做 你馈着也行 馈着 不是现在呢 淘宝上有的就馈凳嘛 这么去 就馈着的时候 屁股底下放个凳子 专门有的小凳子 就是方便 不会坐的 不能坐的 这样也容易静下来 实在不行 我不能坐 我坐在凳子上也可以 就坐在凳子上 但是尽量的坐直 坐坐的 然后后边你要是不腰疼 你就靠个大靠垫 真正的后边把垫起来 还有不是 就像他们练瑜伽 就是排腿 排腿这个腿翘得很厉害嘛 就是放不下去嘛 他底下这个垫子放不下去 他垫平他 垫平他这样也不腻嘛 你负责翘 你做不了十五分钟的 刚开始 因为都是中年人开始休息的 哪个腿都会硬的 刚开始都不行 没关系的 心放松 心放松就放松 还有就是它是 这个禅定嘛 因为你在世上也可以练嘛 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练 活在当下的能力啊 绝躁的能力啊 不分别的能力啊 都可以练 但是一些根本的烦恼 就是说根本的妄想就是 比如说 形成代谢啊 或者是头发你怎么长的啊 早生发长嘛 指甲是怎么生长的 还有失控的流动 这些初中的妄想你是察觉 这都是你妄想导致的 你知道 但是这些妄想 你就是现在你在世上你是不知道的 你察觉不到 需要你在裁定里边 很深的裁定里边 你才能清除这些妄想 所以需要静坐 很深的定啊 比如说我老师想学这个大桌的话 就是说比较可惜的体勁是什么 你腰痛 屁股痛是 腰上 你是有病吗 心脉不通还是有病 腰症 心脉不通 心脉不通 应该是这个地方 可能有一点点变形的 可以治一治嘛 就是去震骨啊 或者推拿按摩啊 就说拜拜 就说正常还是不够的 困着也行 凳子上也行 躺着也行 只要你不睡着 人家躺着也正过也一样的 但是 但是这个精致塔形的坐姿 对人气脉的角度 帮助是最大的 就是说这是最好的一个 对人力修行最好的一个坐姿 你说吉祥我躺着练也可以 你说实在做不起 在医院里边 人家躺着也能开悟 对吧 只是很多人会睡着 你要睡不着也可以 因为佛说四大监空 其实本身这个肉体怎么放 头朝上 头朝下 头朝左 头朝右 也不注意 但是它这个是根据人体 就是这个精致塔在宇宙中 射手能量比较最快最多 而且最稳 就是说你的脊柱啊 你的比较容易气会中正 就是说你容易就是气脉啊 你这样做的气脉容易中正 就是血顶勾塞 舌铁上额 垂肩拽走啊 这样双排容易气脉中正容易得定 但是有的人说我倒挂着树上 我要能定 那就看你本事 以前的高生大的 人家头朝上挂着树上 人家也入定 是吧 你看人家那些阿罗哈不在了 以前后面是一桌 放在阿罗哈人家 涛耳朵也入定 你看很多阿罗哈那个笑 不是抠脚指甲 涛耳朵 各种各种状态 那都在定台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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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